英文学习指南 表示负面意思的自首字 我们第一部上一集 第一部已经讲了一些观念 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其他废话就不多说 所以你看我的很多视频 从上中下开始看 或者自一自二自三 我们上一集看到DNS 自首字表示负面 我们看从UN开始看 这是以动词为例 为什么有些形容词 有些用动词 上一集都解释过 因为Umband 变直 因为Band 本来是B-E-N-D 是弯曲的意思 不弯曲就是变直 这边是以动词为例 上面的DS 在这个也是以动词 后面有些是以形容词为例 Umband Band就是绑起来 不绑起来就解开 Umband Band 是负担 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 有很多负担 Umband 没有负担 就解除负担了 没有负担 无事一生轻 Clasp 这个字比较少用一点 就是名词 就扣缓 动词呢 就是用扣缓来扣上去 Un加一文就解开扣缓 Unclasp Uncouple Couple有很多意思 两个 一般是两个 也可以是家偶 夫妻 男女朋友 成双成对 那不成双成对呢 加一文就分开为二 这边是动词 分开成两部分 切个梨子 切个苹果 剥一个橘子 一分为二 Uncouple Uncouple也是有不同的意思 一般就是弯曲 还有这个吹烟鸟鸟 烟往上升 弯弯曲曲 一环一环螺旋状 它不再螺旋状了 不再弯弯曲曲了 就变成变直了 Undo 像电脑里面 有一个Undo 就是恢复原状 左边的一个箭头 恢复原状 原先的 右边的箭头 这是下一步 一个是解开 Do有很多意思 解开或恢复原状 Undress 就是穿衣服 本身也是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 不穿衣服 就脱衣服 脱衣服 Earth本来是土地 名词 可是加一个Un 可以当动词 出土 出土文物 考古挖掘 或者发现 所以很多字 意思会慢慢变得更宽寡 所以我们一字多一 很多是 逻辑上的推论 逻辑上的发展 字 意思变得越来越多 可是有的时候 你说 有些字 一字多一 没什么关系 那是因为 文化的关系 可能某一些地方 它有一些用法 比较特殊 后来一般不太了解 其实都有一些关联性 Un-Earth 出土 Fashion 就是绑上去 那不绑上去 就解开 Un-Fashion Un-Fashion 那这样 Food Food就是 把围起来 包起来 把包子 卷成一团 卷起来 那不卷起来 就展开了 摊开了 Un-Food 所以这些很多字 这边的动词 包括上一集 第一集讲的 很多动词 我们这个 英文 要好 最重要是哪一个词性 要好 动词 当然不是说 其他词性就很单纯 像 介细词很复杂 关系带名词 连接都很复杂 但那些字少 英文最多的是名词 其实动词 动词是表示 动作是一个句子灵魂 所以最重要是 使用动词 动词用的好 英文绝对不会差 所以上一集 你看了以后 你到底上一集 我们讲的 表示负面的 否定的 你混几个 我们讲一个观念 因为你认识这个字 或猜得出这个字 甚至很熟 跟你用不用的 出来两回事 这个字没问题 我知道 有的时候没有用 你用不出来 当然阅读上有用 我看得懂 当然也不错 可以有这个 英文是 这input output 这是你阅读就吸收进去 input 你没问题 可是output 你要讲出来 你要写出来 你要表达出来 所以有些字 你看得懂 你看阅读 或者什么样 这个字看到 可是你不会用 你不会用 那只是说这个字 你只能 等于说只有一半的功力 所以动词最重要 至少我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你自己 门心智慧上一集 你用得出几个这些动词 那这个字很特殊 TI1 SI1通常是名词 但以前我在特殊文法编 里面提过 不一定 可能百分之九一几是这样 可是你看 这个disolution可以当动词 SI1可以当动词 有些TI1可以当动词 这有些变化 所以英文程度好的 他看得越多 他就知道 而不一定 有些是例外 有些变化 那英文程度 一般的不怎么样 没有没有 老师教是这样的 TI1是名词 外上1是名词 你讲动词 你上课没有好上 是你学的不多 可能你老师也不知道 好像这UN 你会几个 这些都是 所以英文 就说你要用得出来 然后你这个动词 动词 一般常用词 其实也一千多个 那我大概 动词 大概认识 大概三千个 三千个 真的用得出来 大概两千个用得出来 就是动词 你除了记忆 用得出来 你用不出来 只有一半 然后这个 UNHUG 本来名字 勾字 也可以当动词 所以英文一定要 一字多词性 一字多译的概念 也可以当动词 勾上去 解除勾上去 就是从勾子上 解下来 解开 从勾子上解下来 LEARN是动词 如果名词是LEARNING 那不学习 它不是不学习 所以有时候 它意思 不一定是跟你想的一样 这个它不是不学习 UNHUG 它变成忘记 你学东西忘记了 好像没有学习一样 是有点变化 MASK 一般是面具 名词 可是你说当动词 没有啊 MASK 是名词 面具 怎么可以当动词 你讲错了 不是我讲错 是你不知道 很多字 看起来是名词 它也可以当动词 有些字 你觉得它是动词 它也可以当名词 有些字 你觉得 我知道这个字 可以当名词 跟当动词 它也可以形容词 就是不戴上面具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以动词为例 揭开面具 那后来意思多一点 就变揭露 揭露讯息 把一个真相讲出来 UNPLUCK PLUCK本来是塞子 插头 塞子 也可以当动词 拔就是拔掉 这PLUCK本来是插头或塞子 也可以是把插头塞子插上去 我们很快的念一下 只念英文 复习一下 UNBEND UNBIND UNBIND UNBURDEN UNCLASP UNCOUPLE UNCURL UNDO UNDRESS 大部分都是第二个音级 重音 UNEARTH UNFASSEN UNFOLD UNHOOK UNLEARN UNMASK UNPLUCK 我们再看这个ILL IL或ILL 都可以 一个L 两个L 都可以 我们这边就有形容词 唯利 我们在上一集讲过了 就是我选一些它字比较多的 所以这边就不用动词 因为这个IL 或ILL 动词少一点 所以我们形容词比较多 ILEGAL 違法的 LEGAL就是合法的 加个IL 就不合法的 違法的 ILEGITIMATE 失声的 LEGITIMATE就是合法生出来的 因为婚姻生出来 或者也可以 这个也不一定是想失声的 也可以是合法的 也可以 这边没写出来 就是 不是合法的 就是非法的 就跟違法很像 但是它另外 比较多的意思 是 失声的 非婚声的 跟外面 外面声的 当然这样 蓝听讲 野荣 失声子 像那Bastard Bastard一般讲 娃娃蛋啊 混蛋啊 可他原来的意思不是啊 原来的意思Bastard是 失声子 那失声子 他就是地位很低嘛 后来就慢慢变 哎呀 所以很多字啊 有一字多译 可是真正研究起来啊 它有些字是原始的 有些字衍生的啊 但英文程度啊 就比较有概念 就大概是的啊 那一般 一般程度就搞不清楚 哦有好几个意思 跟哪一个字是原始的 最先的 那些字是后来衍生出来的 进化的 发展的 衍生的啊 就比较搞不清楚 Equipped Equipped本来是啊 它的名词是Equipment 啊 动词Equipped 就配备 那这个 加一个也有否定的 就是配备不良的啊 就是军队啊 美军的啊 这个 陆战队啊 海 海豹部队啊 平均一个人啊 装备 身上装备啊 另外去带火箭筒啊 另外带什么特别武器 不要算啊 就是光是他头盔夜视镜啊 一个基本配备 台币超过一百多万 啊 飞行员啊 战斗机飞行员 光是一个头盔就超过台币一百万啊 那 大陆的好像也是几十万啊 也装备也不错 那台湾就少了 那台湾就是可能 唉 几万块吧 一个Fitting 就不合身的 Fitting就是很合身的 加一个否定的 不合身的 Equipped也是非法 Equipped也是合法啊 你看 光是不合法的有 Illegal Ilegitimate Equipped 三个字啊 但是它的 意思啊 都有些细微的变化 但基本上都是非法的 违法的 Illiterate 文盲的 Literate就是识字的 认识字的 加一个IL 就是不认识字 就文盲的 Manner 本来是名词啊 也可以叫动词 没有教养的 这边加一个ED 便形容词 Io manner Io本来是生病嘛 生病 后来也变成很坏的 就负面的 就是很缺乏教养的 教养很坏的 你可以翻成很坏的 但是有些 你也不能全部讲 你说这个 很坏的不认识字 这个没人听得懂 就是文盲 看不懂字的 Illogical 你不能 那这个一些 逻辑很差的 逻辑很坏的 就不合逻辑的 Illegal 就是逻辑的 Suited也是适合的 Io suited 不适合的 Temper 本来是脾气 加个ED 变形容词 坏脾气的 脾气很坏的 脾气不好的 TIME 本来是时间 加个ED 变形容词 TIME 就是比较合十一的 加个Io 就不合十一的 所以我们这边 Ill Ill 面一边复习一下 Illegal Illegitimate Ear Ear equipped 它等于是第三个音节 因为英文是音节字 Ear feeling Illicit 从众识大部分都第二个音节以后比较多 Illiterate Ear mannered Illogical Ear suited Ear tempered Ear time 每集不要讲太多 不然吸收不下去 这第二部分就在这里